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是老代吗 哦 找我 等等 你们就是协会派来的冒险家 哇 看得出来吗 看你们这副打扮和神情 应该是老手了 没错 没错 你眼光真好 看咱们这行啊 少不了鉴定的活 看石头也是看 看人也是看 一般人什么底线 老代我一眼就瞧出来喽 我稍等 我找的帮手还在路上 一会就到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是已经找了我们吗 不会还有其他人要来瓜分工钱吧 哎 实不相瞒 这次的事有些棘手 光是冒险家恐怕不够 所以 果然还有其他人 哼 大叔 你是不是小看我们 哎 你们有所不知啊 这次的事发生在矿区 而且有些离奇 矿区向来多事故 以防万一 我才找了懂行的高手 冒险家的主业总不会是 矿石鉴定 地质分析之类的吧 身边带个行家 凡事也好照应 再说 我找的这位 可是顶尖高手 无论什么石头 他只要看上一眼 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 要我说啊 世上最懂石头的人 就得是他 遇见这等行家 还不赶紧请来 不对不对 世上最懂石头的人 怎么会被你找到 怎么不会啊 当然不会了 因为世上最懂石头的人 是我们的朋友才对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在这里等着 我们马上就带他过来 我猜钟离一定在听说书 到说书人附近找他 准没错 什么 什么 你 你 你 请进 为您服务 上一回说到啊 阎王帝君 找到你了 钟离 你们兴致不错 也来这里听人说书 不不 我们是来找你的 你现在有空吗 时间倒是有 这份工作需要了解地质与矿石的人哦 地质与矿石 放眼整片大陆 难道会有比你更懂这些的人吗 那个委托人自称找到了天下最懂石头的行家 我想向他证明 你才是提瓦特大陆上最了解这些的人 这无缘无故的攀比之心 是从何而来啊 不是攀比啦 是老呆不懂行 我就是想让他见识见识嘛 哈 既然如此 我便随你们走一趟吧 真的 话说在前头 我虽有些箭矢 倒也未必是天下最精于此道的人 雪海乌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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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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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像对那些石头熟得不得了 出于好奇 我就问了几句 诶 谁知 他比我这个矿工头子还多 反正他也无所事事 不如来帮我的忙 这家伙 记性不好吧 也不能说是记性不好 不过 只是石头的话 我一定能帮上忙 众力先生 你觉得这块石头如何 嗯 这块石头表壳光滑 表面的裂痕是由火山喷发所致 如果我没猜错 这是出自别国的石胚 哦 眼光真不错 它不是普通的石胚 可饱现黑 我猜其中包着上好的水晶矿 一点儿不错 这块石头出自火山周边 我一边闲逛 一边在集市买了这个 卖家当他是编脚料 却不知其中奥妙 光是橙色纯净 质地高级 还不足以称为珍宝 更高一等的罕见水晶 有些包着水胆 有些则藏着金沙 这层石壳下藏着的水晶 在其形成瞬间包裹住了一团水 水藏于底 犹如山中满月 应天而动 可谓是相当稀有 这么详细 简直像是他亲眼看到的一样 不会是糊弄我们的吧 毕竟 你这块石头还没开呢 不 他说的都是实话 水晶大多诞生于高温环境 高温与流水不兼容 水胆水晶因而珍贵 这块晶体内藏着的却是高山湖泊水 更为罕见 连钟离都这么说 那应该是真的吧 钟离先生这种眼力 我还是第一次见 石壳下的模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见得多了 自然有心得 小小卖动 还请昆兄不要介意 不不 怎么会呢 我觉得我俩很是同源 我是真心想要结交你这个朋友 老大 带上钟离先生一起吧 信我没错 他绝对是个眼力过人的行家 这样的人 你一辈子也遇不到几个 也好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 各位 请跟我到岑岩巨渊矿区走走 这次走丢的兄弟 还要靠你们找回 脑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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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刚刚有些头晕而已 没关系 已经好了 暂时 暂时还没有 没办法了 我到那边再找找 你爬到树上去看看 不是是怎么知道没有 再说你还可以登高望远呀 是吗 对呀对呀 我想的办法一向很不错哦 等等我会飞 那还是我去吧 你们在这里等等哦 我马上 各位来这边 钟离的声音是从树后传来的 他是不是找到了新线索 快去看看 说不定是找到人了 这条路是新挖的 看来答案就在前方 听到里好像有声音 我不要走第一个 放心 我来打头阵 镜头有些不寻常的气息 谨慎起见 各位 请做好准备 好啊 不 好 这是 失踪的矿工都在这里 他们 他们在挖什么 是什么呀 恐怕这条地道就是他们拼尽全力挖出来的 那道门 是本来就有的吗 挖一条通往古老封印的隧道 若是没人发现 他们会一直挖下去 直到打开封印之门 那 难道说 风影里面有什么 怎么办 又不能攻击这些屏民 这些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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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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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怪物啊 拖拉克斯 一起学在学生 大方面 我本意会拖 原来如此 那个小女孩 是你的力量化行而成 但惹脱了我 若你还记得 走到这一步 并非你我本意 我西竹筵 那我命了 所以就找到了 三不二 战刀 只剩下的 三不二 不如 赢 赢 赢 蚝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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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买桂花同在酒 只可惜故人 雕虫孝季 鸣鼓 于此起身 勾手接到 勾手接到 非可可 再他 抵抗 或殆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 承载记忆之人 注定背负真相的重力 本应如此 此乃天道 猎猎 你始终的试图 小语 谁 选择 我记得这些乌迹 好 我记得这些乌远 我记得不信 我记得这些乌远 我记得就选择 我记得这些乌远 召唤 糟糕 就不玩 欺負 借你放棄,你的性命,我收下了 莫拉克斯,從前也是你將我放入地下 前年後,竟又是你 你應該稱之為宿命,惹拖龍王 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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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神的考量嗎 會滅你所不需要的東西,帶著同夫,饒領謊言 不,是你忘記了 這個聲音是… 惹拖 你不需要我 昆君 久違了,莫拉克斯 你就是… 如你所見,惹拖龍王 方才那場戰鬥中,你把力量都用在了我們身上 沒辦法,我擁有的只有真心 是我未能及時告知真相旅行者 有些事,我也是到了這棵樹下才明白過來 確切說來,我並非完整地惹拖龍王 而是一小塊碎片 天地,陰陽,兩翼 你可以將我和那邊的龍王,視為此種存在 我們均是惹拖龍王,意志的分體 有兩個惹拖龍王 不,不可能,難道沒事 接近松洞後,你的力量在外界化形為一個孩童 你用這種身份,向人訴說被鎮壓的怨恨 可人們不以為然 隨後你便想到,封印松洞令你有機可乘 盧走礦工也是為了挖出封印入口 你打算內外合擊,衝破封印 你剛剛靠出狂言 如果你真是我的一部分,又為何站在背叛者身旁 而我是封印松洞時覺醒的另一股力量 微弱到無法單獨構成個體,只能附身人類 我的意識十分混沌 連自己是誰都想不起 只對跟過去有關的事物有反應 我的目的只有一個 找到摩拉克斯,讓他阻止你 如果你的力量再強一些 我就能更早認出你 而不是等你提起陣龍時才察覺到異樣 不怪你 我早已面目全非了 直到摸到那塊古老的石碑 才想起過去種種 不怪你 實在太久了呀 年輕的人類 與年邁的地龍 均無從知曉的秘密 你會不會再熟悉 我會不會再熟悉 你還會想起 你不會再熟悉 能留存其中的只有极为强烈的情感 时间越久 记忆变越模糊 磨损正是世界家主其身的导火索 磨损夺去了惹脱龙王的思考 让他渐渐回忆不起固有的面貌 想不起曾亲自守护的离乐岗 原本完整的龙王变得暴躁 富有攻击性 是身内攻击了我赖以为生的地脉 死言承认 所以你才攻击层严巨渊 才有了那场与摩拉克斯的大战 最初为了开拓疆土发展生产 离乐人金山采光 过度开采引发了地脉震动 使我们苦不堪言 磨损更是让我们变得如同野兽 无论怎么挣扎 我们依然不断失去与人共处的能力 失去力气 摩拉克斯分出自己的力量 以阻止我们进一步磨损 却只是徒劳 磨损是天理之所在 力不能尽 所以 我们成为了你 从你的意志之中 又分化出了我 又分化出了我 我是你最后的契约 见证惹陀龙王与摩拉克斯的约定 你可以愤怒 但绝不应否认我 不 不 我乃惹陀龙王善性的残力 代表契约之质 高远之心 以及与人共存的和平意愿 不 我乃惹陀龙王 元素接近创生之物 常在大地的力量与回忆 与山的海头上 绝非蝼蚁的盟友 摩拉克斯并非蝼蚁 蚁的神 不过是蝼蚁罢了 是你忘记得太过彻底 最认可摩拉克斯的人 正是你了 也是我 你忘却的神 都储存在我心中 你若是大地的回忆 我便是与人共存的回忆 天洞万象 山海化形 黄帝神兴 残入 绿阳 奇怪 这是什么感觉 这些 这些事 你早就理解 会先我一步消失 但在那之前 我将这些分享给你 雪落于春日的荒野 须雨便会融化 哪怕稍纵即逝 无法在你心中留下任何痕迹 哪怕 这是最后一次 不 怎会如此 我不承认这是宿命 或许不是宿命 确实 命中注定之间 没了 可死 那个小女孩 完全消失了 热陀 满意了吗 为自己身后 称不上满意与否 莫拉克斯 你如今的名字叫做 钟离 是吗 正是 不行 我还是习惯叫你莫拉克斯 非你喜欢 点睛之事 我尚未忘却 举手之劳 不必挂怀 你双目完好 自然不知道 末龙对阳光的追寻 但莫拉克斯赋予惹拖龙王双目一世 我不会忘记 你的力量就要枯竭了 一如既往的好眼里 外出走走 如何 当务之急 难道不是旧之风云外的矿工 没错 所以我现在要去外面走走 处理因你而起的问题 所言甚是 走吧 我说 我说 好 诶 诶 怎么把我们传到这里来了 得赶快回去看看刚才的工人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我和兄弟几个看到你们留的线索 一路追了过来 路上咱们还在前面的营地帐篷里 找到了晕倒的小冒 已经将它安置好了 可惜还没找到其他三个兄弟 诶 小坤 你这是 小事而已 不必介怀 找那几位工人的话 他们就在旁边的山洞里 山洞里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们花了不少力气 但没有生命危险 不必担心 好好 多谢各位 我得赶紧去看看他们 稍后可是要把人带回黎月岗 对 对 我也一起 可以吗 没问题 几位都是我们兄弟的救命恩人 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满足 等我先去看看他们的情况 再来跟各位道谢 小坤 呃 不对不对 应该叫你龙王 你也要回黎月岗吗 不是我 是这具身体 我消散后 就让这具具体的主人 随公投一道回黎月吧 昆君乃是名将后人 假以时日必能名震一方 这样的人物 绝不能有善事 你还是老样子 偏爱铁匠得很 刀剑无眼 匠人有情 人情二字 不就是人类最引以为傲的事物吗 热途 我已不是眼神了 我能感觉到 现在的我 只是一个平凡的礼乐人 连你也走到这一步了呀 丑话说在前头 我可不敢保证 下次不会有新的震动 将我唤醒 无妨 即便有那么一天 黎月百姓也该做好 面对你的准备了 没有阎王帝君的礼乐 可行吗 倘若天下无神 这里便是人的果斗 我曾是人的神 理应见证人的兴衰 任何生命 都会在岁月长河中损耗 贬质 你是我们之中最坚强的灵魂 请也被他摸碎 但也无妨 因果由天 倘若我们的使命已然告诫 就应勇敢地踏上离开之了 你或许长生不老 注定孤独 可那只是暂时之事 当你来到时间的尽头 便会与过去未来所有因缘之人重逢 论寿命还是你略胜一筹 元素创生物的寿命 说不定是这片大陆上最长的 说非如此 你也不会因无法杀死而被迫面对我 说笑了 不尽量的 你尽量的理性 刀过去未来 你不断裂 就要是你造成的 你不断裂 你自己造成的 不断裂 你不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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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自愿被封印的 地龙翻身 汗天洞地 以你的能耐 哪怕是全盛时期的我 也难一人对抗 更弹劾封印 所以才有我的诞生啊 怎么说我也是看着黎月港诞生的元老 即使不再是过去那副模样 也要以自己的方式贯彻约定 身为契约之神的挚友 这是我遵守契约的最后办法 谢谢你 舌头王 我的生命接近无穷 将与永恒的时间一同延续下去 而你摩拉克斯也是寿命极长的存在 要走了吗 摩拉克斯 若有缘 他日必将再会 对 对 不必担心 他只是睡着了 哎 总觉得很奇怪 好像他突然变成了我们不认识的人 对 我们与昆军确实素不相识 嗯 许久之前的事了 虽一千年 却像昨日种种 历历在目 上一回说到 阎王爷独行山间 就在一处地方里 听见了闻所未闻的 幽远之声 生活在黎月地下的古老岩元素生物 这龙王便是如此 我应他愿望 将他带上地面 阎王爷联系这块石头的灵性 便亲自操刀 将他雕成一条巧夺天宫 徐徐如生的举龙 我赐予他看清事物的双眼 与他约法三章 在以纸为笔 将龙的眼睛点上 说是吃那时快 肩上电闪雷鸣 一条真龙 横空出世 我应允他与地上的人共生 但若有一日 他破坏了秩序 就要再度被封入黑暗 此后 那龙便常伴阎王爷左右 随时征战南北 又赞此事一辞 正乃 金石崩碎荡尘埃 盘山于水尽围开 创龙点睛得助力 盘魂碎隐 鱼路来 湖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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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龙石正是诞生自那场大战 惹陀对震龙石有本能的感知 下意识想要靠这件物品找到我 那场大战最后 我虽胜它 却并非是它不如我 它心中仍有对我 对梨月乃至地上生命的情意 它是自愿被封印的 只可惜 因磨损而忘却了 我亦无法逃避 只是我比常人更懂得一个道理 该离开时便要离开 越是强大的力量 被磨损后带来的危险也更大 几千年岁月冲刷 哪怕是岩石 也会偶感疲惫 亲手封印老友 也是我所经历的磨损之一 为了正确之路 人们不断放弃 不断失去 或许 这就是天理家诸我身的磨损 但我是人的神明 不论身份如何变化 都会以我这双眼睛 见证属于人的历史 你还是很在乎丽月呀 没什么 分内之事 这一次多谢你们了 不用客气啊 什么事 对啊 差点忘了 是这样的 不久前我们遇到一个叫做戴因的家伙 他跟我们说起了凯瑞亚的消失 与神明们的惩罚 我们也是到那时才知道 这些事与我们要找的人有关 钟离 你可是活了几千年的货真价实的神 一定亲历过那件事吧 我不能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透露相关信息 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 我明白 但很抱歉 这是我的契约 难道说 你对这件事也像对过去 现在的惹头龙王那样有苦衷吗 这份契约诞生于一切开始之前 遵循契约的我 务必对此保持沉默 怎么这样 我将你视为朋友 让你失望并非我的本意 但身为契约之神 我绝不能背弃这份契约 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你似乎变得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了 这片大陆上还有许多往事 许多秘密 他们经历了太久的时光 被人遗忘 或是遭到舍弃 如果是你 应该能够找到并捧弃他们 见证者 为见证而来 铭记者 因铭记而生 在你走向那个人的路上 也许会有更多困难 但只要你坚信这条路通往正确 一切就有意义 此碑由离水叠山真君所立 碑文中称惹驮为恶龙 是为提醒后人远离这处封印 可惜 善与恶只隔一线 若他的善恶是可以简单说清的事 倒也罢了 请你愿意 别忘了 再有什么 有什么 方 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